局長跟高副總展開我們節電新文化 台北市吉祥物熊站 和怪奇事務所所長現身捷運車廂 開心和乘客合照 別以為這次在拍宣傳片 現在只要搭乘台北捷運淡水新一線 和板南線 就能隨時和他們拍照 從今天開始到10月中旬為止 那民眾只要搭乘這個產匯列車 在裡面的場景合照 那或者是掃我們QR Code參加活動 上傳到觀傳局的官網上面 這個活動網址 就可以獲得相關的抽獎資格 夏天用電高峰 為了要宣傳節電 台北市觀傳局特別打造節電任務 彩繪列車 從車身到車廂內 到處都可以看到熊站和所長的身影 而且只要拍照上傳 我是台北人臉書 還有機會抽中電動機車 那主要目的還是希望大家 能夠透過活動的參與 來瞭解一些節電的小撇附跟廟方 達到節能節電的效果 讓台北市用電量能夠節節的下降 節電列車巡迴首月 民眾在車廂內找出五隻吃電怪物 上傳活動網站 還能獲得超商雙麒麟兌換券 要讓大家消消暑 市府希望透過趣味彩繪 分享節電妙招 邀大家一起節能愛地球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明天賞 阿倫 天賞 居 天賞